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 隆重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表彰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员 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数据室书记王沪林同志 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 2018年12月18日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长征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四十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 坚决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 开辟了中国道路 释放了中国活力 凝聚了中国力量 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党的面貌 国家的面貌 人民的面貌 军队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 中华民族正以更加崭新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东方 人民是改革开放 伟大奇迹的创造者 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 每一次突破和深化 改革开放中 每一个新生事物的发生和发展 每一个经验的取得和积累 都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创造 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伟大进程 涌现出一大批 勇立时代潮头 锐意改革创新 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 在隆重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 为表彰先进 鼓舞斗志 弘扬敢闯敢势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激励全党全国各组人民 坚定不宜听党话 跟党走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受益渔民等一百名同志 改革先锋称号 颁受改革先锋奖章 同时 为感谢国际社会 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向阿兰 梅里埃等十名国际友人 颁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这次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锋 为推动改革开放 做出了杰出贡献 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引领作用 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 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拥护改革开放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他们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突破利益固化的翻里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嫌摊 奋斗在改革开放一线 引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变革 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们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爱港敬业 无私奉献 作风优良 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受到表彰的国际友人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们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成城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需要先锋引领 党中央国务院号召 全党全国各种人民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为榜样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不忘改革开放初心 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坚定改革开放再触发信心和决心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汇聚推进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在新时代兴起点上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